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问我 一杯咖啡会有其独特的灵魂吗 我的答案是 看情形而定 其实 咖啡灵魂是否存在 和咖啡豆的本身 中间的处理手法与过程 冲泡者的本质与能力 以及饮用者当下的状况都有关系 而最终的结果 就是这些因素交叉连接而成的 基本上 咖啡豆的品种 种植咖啡树的周遭环境与天候 种植者与产收者的能力与方法 都决定了原豆本质的特质 而之后 处理豆子与果肉的方法 也赋予了原豆不同的风味 运送原豆的过程 储存的方式 以及烘焙的方法 亦决定了咖啡豆在冲泡前的灵魂 假如豆子是被终生培或生培的 或是经过刻意的加工处理 那么豆子就会因为被过度的处理 而不再天然 成了行尸肘肉 丧失了自己的灵魂 此外 每杯咖啡被冲泡的方式 以及饮用之前加入的添加物 也决定了咖啡在送至赢者前的最后生意 倘若咖啡是透过机器 以SOP来补泡 或是冲完后加入了其他的调味料 那么这杯咖啡 想要拥有自己的特色 也是天方夜谭的神话 虽然每位咖啡饮用者 对自己喝的咖啡解读不同 感受也不一样 不过真正可以决定一杯咖啡 是否和饮用者能产生共鸣 展现其独一无二的风采 让饮用者惊艳的 孩子要看冲泡者 能不能因饮用者当下的状况与需求 做克制化的福祉 在这里咖啡大师运用红析的方式 为客人调制了一杯独一无二 只适合这位客人的独客咖啡 灵魂自然就存在其中 这一杯特调的灵魂咖啡 不但色泽圆润 呈现了光亮的琥珀色 同时 它的口感也是层次 从热温到冷 它都给饮者一种不同的感受 让舌头产生了一个千变万化的感觉 而事实上 这一杯咖啡 让饮者甚至有一种 看见形状的感觉 也就是说 它呈现出一个螺旋向主 向亚 向上 向下的一种形状 滋味 是有形状的 而当我们喝完这杯咖啡之后 如果我们再喝白开水 连白开水 都是有甜味的 你喝过滋味层次分明 尝得出形状的咖啡吗 三号出口 预见灵魂咖啡的尊荣礼喝 就提供了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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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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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